诸位善知识 吉祥如意 阿弥陀佛 佛陀他以一大四因缘出现于世 在法华经里头他说佛陀是为了要 令众生开示误入佛之之见 所以出现于世的 然而我们从阿弥陀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在佛陀他一生的求道过程中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他是从他年轻的时候看到生老病死的现象 令他非常的去思维 人世间为什么要有这些现象 这些痛苦的现象 所以他开始去思考很多事情 现在呢 即将为大家讲的这一经 也是关于老病死的这个现象 我们要怎么样子 才可以超越老病死 老病死 那现在就开始为大家来讲经文了 有一次呢 佛陀住在王舍城的迦兰陀祖园 这个时候 世尊告诉朱比丘说 有三法 有三法 世间他是不爱的 不念的 不可以的 意思就是说这三件事情呢 没有一个人会喜欢 大家看到啊 避避避三色 好 是哪三法呢 佛陀说啊 就是老病死法 刚才已经稍微为大家解释过 没有一个人 他是喜欢老病死的 好 那佛陀接着说 世间 如果没有这三法 老病死这三法 那么 不可爱 不可念 不可以者 如来应等正觉 不出于世间 不可爱 不可念 不可以啊 这三句话 是对于老病死 这三件事情的形容 他没有人喜欢他的了 如果说没有老病死 这三件事情啊 佛陀不会出现于世 所以 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当初佛陀 他是怎么样子 开始学佛的 为什么佛陀 2500年前 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 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 要有三种现象 老病死 欠缺这三种现象 佛陀就不会出现了 因为没有一件事情 没有一些现象 让他重新对生命思考 因此整个 希达多的一生 就会改写 也许佛陀在历史上 就不出现了 所以很重要的是 人世间有了老病死的现象 出现了佛陀 好 那不仅是佛陀 不会出现于世间 如果没有老病死 不仅佛陀不会出现于世间 还有什么呢 还有佛陀说的正法以及戒律 佛陀说的法与律 这两个透过佛陀的嘴巴讲出来 出现在这个世间 如果说这个佛陀不在了 没有了 不曾出现过 那么正法与律也无从出现 所以很重要的是 佛陀必须先出现 好 那这边经文继续讲 但是啊 如果说这个世间没有老病死 真的没有佛陀 问题是 有现实世界有老病死 所以佛陀就这样出现了 好 佛陀开始来继续追问一些事情 追问什么呢 佛陀说 如果你想要断老病死 必须先断三法 如果这三法你不断除 那么老病死法无法离开 你永远就跟老病死 你永远就跟老病死缴获在一起 没办法离开老病死哦 那三个呢 这三个就是大家通通知道的三读 贪 贪 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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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离开贪 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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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佛陀可以超越老病死 凡夫无法超越老病死 为什么 他差异何在呢 就是一定要透过一些法门 透过一些方法 透过断除这些错误的 我们内在有一些错误的方面 错误的法 将他断除之后呢 那么就可以渐渐慢向解脱 好 到底刚刚我们讲的贪 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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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贪 有贪爱啊 各位还记得吗 十二因缘 我们说 五明 喜 恩 士 临 色 六 路 处 受 爱 取 友 生 老 死 这是十二因缘 如果你有贪爱 绝对是让这十二因缘动软起来 为什么呢 贪爱就是爱取有的那个爱 有了爱你看 有爱就有取 有的取就是有有 有了有之后就生老死 所以有没有脱离老辩死法 无法脱离老辩死法 你要一有贪爱就无法脱离 你说称恨呢 称恨跟贪爱是一体的两面 当你有贪爱就一定有称恨 为什么 贪得到不称恨 贪不到就称恨了 所以你一旦贪不到 那个称恨心就马上就起 称恨心起也是导向老辩死法 而且那个老辩死是加速的老辩死 是你在一件事情的生灭上面 更燃起他熊熊烈火 加速他的生灭 所以称恨不楚的话 老辩死无由断除 鱼痴呢 更要断除 鱼痴啊就是十二因缘里面的无名 就是最维系最最难断的 无名行事明事六六处处爱居 我称恨死 你看哦 所以如果那个无名 或者说我们称他为鱼痴 没有断除的话 一样你这个十二因缘 一直在动转中 生老死 老死法那个一直在动转 没办法断除 所以很重要的是 要想要远离老辩死法 那就一定要断贪嗔痴 为了让大家更精细的了解 怎么断贪嗔痴 佛陀啊在追问 他说还有三法没有断除的缘故呢 那么贪嗔痴就无法超越 我们就无法远离贪嗔痴 好那三法呢 佛陀说了 生贱 戒取 乙 再讲一次 生贱 戒取 戒取又称为戒进取 还有一个乙 那生贱 那生贱是什么呢 生贱就是指 我们啊 错误地把 这个五蕴合合的身体啊 执着为我 认为当中有的我 实际上啊 他只是 四受想行是 这五蕴合合而成的 这其中 找不到一个我 你把它拆散 请问我在哪里 这受想行是 拆散 我在哪里 甚至我们说色 色法这个就好了 色如果把地水火风拆散 色是由地水火风组成 我们再将色的地水火风拆散 那请问色在哪里 也不在了 所以你看哦 你看我大吉这个躯体 这个是色法对不对 可是我大吉这个躯体啊 如果把我这个地 地大 比如说骨头坚硬的特质拿掉 水大 内在的这个血液抽掉 火大 把我这个身体的体温抽掉 最后风大 将我的呼吸抽掉 请问还有一个大吉吗 还有一个我吗 结果我们人很愚痴的 通通啊 被这个 世大所组成的这个躯体啊 搞混了 被搞愚痴了 我们就变成了 为了这个色 为了这个色法 为了这个五蕴和和的身体啊 为他 起种种愚痴 然后呢 堕入种种无名 实在是非常不值得啦 非常不值得 所以在这边顺便告诉大家这个 如果你想要断贪嗔痴 一定要断身见 你身见不断 有一个我主宰着你 你认为你有我 那么一定会的啊 有一个我就必然说我要享受 你要享受 你就会去贪爱种种的这个色身香味处 你对于五欲 就会贪求 就会去追求 所以你看哦 有一个我就必定啊 会产生贪了啦 有一个身见有个我啊 你说会不会称恨 会啊 如果无我的话 如果你是无我 你知道无我 你正得无我 请问别人大声一点 你为什么就要生气呢 如果没有一个我 别人大声一点 你在生什么气呢 你生气就是代表了 有一个严重的我 在作祟 因为别人没有顺你的意 没有顺你的意 你就开始啊 那个我直作祟 你就开始生气 所以称恨心也是一样啊 我直作祟啦 再来 你说身见可不会导致愚痴 会啊 很多人做一些愚蠢的事情 做一些愚痴的事情 这个也是由生见造成的 很多人都会做一些 比如说明明没有什么好执着的事情 他就一直钻牛角尖 一直钻一直钻 一件很小的芝麻小事呢 他可以钻个两三天 并且呢 也许不合 也许就冷战等等 你看这何苦来在呢 有需要这样子 被这种生见 被自己内在的生见支持 然后在那边钻钻钻钻钻 钻牛角尖吗 实在是不需要的啦 所以 首先要断生见才可以把贪生吃断掉 再来还有第二个就是借进取 借进取啊 就是把错误的戒律当做正确的戒律来持守 把错误的戒律当做正确的戒律来持守 这也是错误的 比如说有的人看到狗他吃大便 然后后来看到这只狗居然升天 那这个人啊看到这种现象以为说 哎呦吃大便可以升天 这个就是错误的认知导致他持守错误的戒律 变成说他以为持守说吃大便就能升天 变成这种观点这是错的 那比如说又看到鸡吃沙子 哇鸡吃沙子后来死后居然升天 哎呦那太好了我要吃沙子 沙子吃一吃以后等一下升天 不是这样子的啦 这个为什么狗跟鸡会升天呢 你要知道啊 他也许本来是一个人 然后死后由于恶业先成熟 所以他堕入三恶道先受恶报 可是请问他曾不曾经做过善业啊 每一个生物都曾经做过善业与恶业 只是端看他投胎的时候先去受哪一种报 有的恶业成熟先剁三恶道 三恶道他的恶业啊已经消完之后 当然死了之后剩下善业就去受善报 所以就投身为天 所以跟这个吃沙子吃大便有关吗 实在是无相关的事 但是有的人啊他就是自作小聪明 以为看到这个样子啊就要学动物做一些事情 事实上啊这是错误的哦 所以借进取也是让我们产生贪嗔吃的一个 一个因素了再来就是乙怀疑东怀疑西的 也会让你产生贪嗔吃尤其是鱼吃 本来你不怀疑啊可以与佛法上非常精进 勇猛精进一直走下去 但是由于你怀疑佛法 由于你怀疑师父怀疑自己的能力 你对这三件事情的怀疑将会导致你停滞不前 甚至放弃佛法 你自己也许会觉得哎呀我能力这么卑微 怎么可能成佛呢怎么可能成为圣人呢 压根从头到尾也不敢奢望自己成为圣人 连闲人都不敢啊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打从一开始就是对自己没信心啊 那这一种呢也是一种执着 执着有一个我很卑微 这个不行你如果真正无我的话 不应该有这种认为说我很卑微 这还是一个我 所以你还是要透过修行尽量把这种问题给消除掉 那除了怀疑自己呢 你怀疑佛法也是一个很糟糕哦 为什么呢 怀疑佛法 你对于佛陀说的法不信任 你怎么走下去 就算是今天的佛教界佛教徒示众弟子 比丘比丘你又不是又可以 哪一个不是按照佛法在修行呢 如果你没办法再接受佛陀的法教 那是走不下去的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对佛法怎么样产生信心呢 佛陀告诉舍利佛说 如果我说的法 你没有经过自己的身心去验证了 那就不值得相信 如果你去验证了 确实没有错 那就该相信 而且这种相信是自然而然的信 是非常理性的 透过理性而相信 是尽性 亲近的尽 尽性 如果说你根本自己没有实验过 就盲目相信 这不是真正的信哦 所以要透过实验 透过你身心去验证 在生活中 在生命中去体证 当确实无误佛陀说的没错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会对法生起恭敬心 生起这个非常确信不已的心 是这样子 那华语师父呢 你可能这华语师父到底他 能不能值得我们学习 有的有的怎么样呢 你看这华语师父 大家很多人都会到 就是说 什么话他都讲得出来 如果他不信任师父 就什么话都讲 比如说 师父太老了 你嫌师父太老 师父半路出家 没有从童真就出家 就怀疑这个师父 根本不是年幼出家的 会这样子哦 然后就这个 嫌东嫌西的 那如果师父很年轻出家 那如果师父很年轻出家 有的人又说话 这个太年轻了 这个太年轻了 不然就说 这个没有经历 没有社会经验 这不行了 这个还太年轻了 你看哦 所以啊 当你没有信任师父 对师父怀疑通怀疑西的时候 我告诉你 年轻的师父你也怀疑 老的师父你照样怀疑 通通怀疑 那请问你要学什么 师父只是一个媒介 记住 师父只是一个媒介 什么媒介呢 通过师父 师父将2500年来的佛法 佛陀说的法 传授给你们 就是这样子 它只是一个媒介 你不要在师父的身上 挑东简西的 只要确定两点 你就可以好好跟着一个师父 哪两点 第一 这个师父动机 存不存证 如果这个师父动机存证 不该怀疑 第二 他说的法 是不是正法 还是有写法 复佛外道的成分在里头 如果没有 说法也是正法 然后呢 动机也存证 这两点你检验过了之后 就该全然的 跟从他 跟随着师父 学习他的法 因为他说的法 刚正不阿 正大光明 是你值得学习的对象 他是一个走过来的人 他充满了许多经验 你从他身上 可以是被公办的 扫走很多冤枉路 所以 如果你可以 产生这种恭敬心 对师父的恭敬心 尤其你知道吗 在密宗里头 师父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 上师他是摆在佛法圣三宝之前 上师在前面 后面才是佛法圣 所以 你就知道说 师父他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已经考验过他 已经考证了 他的这个行为正不正之后 那你就不该再怀疑 又好好学习下去 所以 这个 就是 乙 那 贪嗔痴这三个 如果你透过断除 身见 借禁曲 跟乙 你就可以断除贪嗔痴 那大家还记得吗 身见借禁曲 乙 这个叫什么呢 这有一个术语叫做三结 结果的结 三结 这三结一段 你就正虚佗还果 也就是出果 正出果有什么好处 不会多入三二道了 还有 你从今以后就是在上三道 各位你想想看 你今天念佛念得那么精进做什么 很大的原因就是很怕堕入三二道 对不对 现在如果你可以断三结 照样不堕入三二道 所以这是两条路 第一 第一 念阿弥陀佛 靠阿弥陀佛的力量 不堕入三二道 第二 靠自己的力量 透过不断的修行 精进 你可以怎么样 断三结 身见皆进去 以断的这三结 正出果 不堕入三二道 你看 这多好 不堕入三二道之后 你只要再花七辈子的时间 顶多七辈子 往返于人与天 仅顶多七辈子 然后就会证阿弥陀果 一旦证阿弥陀果 永远脱离三界 欲界、色界、无色界 不再来轮回 所以你看 这个断三结 有这么大的好处 又可以让你断贪圣事 又可以让你证出果 这么好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不好好修呢 所以这边鼓励大家 要继续精进用功 好好修行 阿弥陀佛